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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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我是王嘉童 想問一下大家在吃蛋糕的時候 有多少人會把那些彩色豐富的裝飾片吃掉呢 有多少人會把那些造型繁複的蛋糕 帶回家去當日常食用呢 上周末的一個午後 我和一個學哲學的朋友聊天 他問我 每個人做任何事的動機是什麼 於我而言 我們做任何事都是為了體驗快樂 我喜歡通過食物去感受快樂 因為食物會帶給我們天然的愉悅感 人蛇的前部對甜味比較敏感 蛇根對苦味和辣味比較敏感 所以這和我們所說的生活要先苦後甜不一樣 蛇是先甜後苦 研究家得出 其實食物的味道是由大腦說了算 蛇頭是大腦的先行觀 但是有時候 就算蛇頭把有些食物歸類為難吃 大腦還是認為它是好吃的 比如說 有些朋友會認為苦瓜的苦味是好味 那是因為大腦通過學習知道了 它是對神器有益的 它是安全的 手頭需要愉悅和刺激 它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甜酸苦辣 更多是好的情緒和回憶 現在的餐飲業是快時尚化和潮流化 很多因為造型的奇特和口味的混搭 帶來的新鮮刺激感 還有一味難求的體驗 甚至超過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作為一個餐飲從業者來說 我們希望大家知道 特別是年輕人能夠知道 什麼是好的健康的食物 什麼是食物本身該有的味道 嘗試以後感受到身體真正需要什麼 對吃認真是對食物 對烹熱者還有對自己升起的一種尊重 大概是2016年 我在東京學習麵包烘焙 那個時候想吃正宗的咖哩 然後朋友推薦了我一家店 相比較亞洲五十家和米其林餐廳 這家店給我的印象特別的深 連帶廚房整家店只有十幾平方米 包括八台兩張桌子 一共才六個位子 而這個桌子又是用兩個舊的門板 而搭乘的 那天一共是四位客人 我們點的是同樣的菜 印度咖哩蓋焦飯和馬薩拉奶茶 但就這兩個菜 大概讓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 這位廚師他一個人非常非常的忙碌 一切看起來非常的平淡隨心 但是這個食物的出品 卻是非常的超乎預期 非常驚艷 現在請大家看一下這菜的照片 這個咖哩的擺盤是非常的樸素的 然後裝奶茶的茶壺都是大小不一樣的 就像是家裡面隨便拿來用的 然後電卡是蓋了張的乾樹葉 然後後來得知其實這個店的老闆 他之前並不是廚師 他是因為得了病去印度治療 然後在那邊住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所以在那邊學習了當地的菜品 那麼回國以後他就開了這麼一家店 他就是一個人就是一整家店 所以很多事情他可以非常非常的隨性 那麼流水線模式下出來的菜品 和一個人就很想把他覺得好吃的東西跟你分享 用最天然最原始的方式呈現出來那份感動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在我心中讓我感動的味道 那不是花俏的裝飾 也不是豪華的裝修 更不是鹹熟的烹飪技巧 而是烹飪者所帶出來的那些誠意 是讓人久久無法忘懷 時時迴響的 其實高爾基曾經說過 一切出色的東西都是樸素的 所以其實不光是對於做菜 對於我們的生活 其實我們應該拋開社會 所定義給我們那些好的標準 我們這樣才能達到我們自己內心 所定義的好的標準 其實這些經歷和我在蘭黛學習的經歷也很相似 蘭黛是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它是世界上第一所學習西點和西餐的專業學校 蘭黛一向是寬境演出 10到15分鐘不能進入演示教室 一個學期如果出勤 缺勤兩天你不能參加考試 除了平時的成績和理論考試以外 期末你會有一次實操考試 然後10到考試不能通過的同學 大部分都是臨場發揮失敗 平時都是能夠安時教菜並且順利通過的 安時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一個衡量標準 那也就是說意味著你要在有限的時間內 有所權衡分配好每道菜的主次 經過9個月的學習 甜品高級班的一個考試是 每個同學要研發一個慕斯蛋糕 然後領用規定的食材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一般來說一個作品從放到評分台 到所有的考官評分結束 大概要經歷兩個小時 有些作品非常的精美 但是在點評結束之前它就開始畫了 還有些蛋糕在脫模之前才知道它吉利丁少放了 蛋糕完全沒有結束 什麼是吉利丁 吉利丁是從動物骨頭內提取的膠質 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 主要是穩定蛋糕結構的作用 如果說它少放了蛋糕慕斯布丁就會結不住 如果多放了那麼它的口感就會很硬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層面 根本就還沒有達到技術難度的高度 但是讓很多的同學都失敗了 因為他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 可以顯示出高難度高技巧的那些步驟裡面 但是一旦技巧多了 其實主字不分就很容易失敗 然後蘭黛考試的時候 其實都會請來很多行業內很有名的Chef來點評 有位女Chef就叫Anna Pollyville 然後她因為她的形象不一樣 所以在一群Chef裡面非常引人注目 她被澳洲評為甜點大神 她涉及的胡蘿蔔蛋糕是澳洲最佳西點 然後她在點評的時候 有一句話對我印象非常的深 她就說你在做甜品蛋糕的時候 你要問一下自己 你有沒有在甜品店見過 賣這麼造型反覆的蛋糕 如果你見過的話你會買嗎 其實就像我們開頭我問大家的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在吃蛋糕的時候 都會把裝飾片先拿下來再開始吃呢 所以說有可能在我們心意中所定義的完美 在別人眼裡毫無意義或者是多餘 所以不如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核心部分 擁有平常的心才不會容易失衡 其實難的不是如何研發一個蛋糕 我覺得難的是一個你在經過九個月的學習以後 在所有的食材和技巧裡面你要做選擇和放棄 一個蛋糕是不可能集所有優質的食材和所有的烹飪技巧於一身的 你必須要懂得如何通過放棄來取得平衡 所以其實放棄在我心目中不是一個貶意詞 現在大型的商場都需要用餐飲娛樂來帶領人流 所以很多人在創業的初期他會選擇餐飲 因為門檻比較低 經濟再差 飯總要吃 但是其實通過從中國餐飲報告2018顯示 餐飲業避電率高達70% 餐廳平均序名才508天 賺錢的餐廳 鳳毛麟角 中國有句話叫大稻治檢 歷久彌新 所以我認為省去花俏 裝飾的成本 用最真誠的心去體現食物的本位 其實是對顧客最大的回饋 過去的十年我一直和我的夥伴在經營一家甜品店 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短飾品 這個產品相信大家很熟悉 也嚐過它的味道 但是並不知道它製作的過程大概是怎麼樣的 大家請猜一下這薄薄的一片酥皮大概有多少層 其實每一它都有729層 這整個過程要通過從麵團 醒面 到加上滑油 開面 而且每次開面都要在冰箱裡存置2到3個小時 再開始第二次的醒面打凍 烤製 再切 完了以後撒糖粉去做焦化 這整個從麵團到成品至少也72個小時 這個視頻裡面其實是包含了做甜品 做拿破崙的很多的要點 相信可以幫助到大家做出好吃的拿破崙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把這份對食物的用心回家分享給家人 因為在這種家庭裡面長大的孩子 有可能他記憶中的好味道就是好食材不添加 並且運用簡單健康的烹飪方式 而不只是重口味或者只是拍出好看照片的食物 我覺得適時的公開食物製作的過程或者配方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能夠明白 好的食物有可能會耗時很久 但是它並不需要增加很多不必要的佐料 我一直認為一家好的餐飲店 它的核心競爭力並不是它獨有的配方 而是持續的產品迭代 穩定的出品和從業人員對食物的敬畏之心 我覺得只有通過每個人對食物的理解 影響和判斷力才能夠改變餐飲業 那麼之後孩子可以吃他愛吃的食品 我們外出就餐也能夠安心 就像在家裡吃飯一樣 其實對這種食物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很長很長 但是我覺得量變總能達到質變 我們需要耐心 因為這是有意義的等待 而我們的舌頭是我們最好的品見官 它品味 美味是它的本能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你用最單純 最簡單的狀態去擠為生活的話 有可能很多很美好的事物其實得來的並不費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